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年,中国内地的图书馆开始智慧转型 大幅应用AI、VR、大数据等高新科技 打造出充满未来感的新一代图书馆 在广州南沙区 开馆不够半年的新图书馆 就融入了人念识别技术 读者只要策念就可以借书 不用再为不记得带图书证而烦恼 同时,人念识别结合AR技术 令图书馆来源可以更全面地照顾读者的需要 在此,你也可以透过手机APP尋找图书 输入书名,导航系统就会启动 引导读者去到书本所在的位置 不差可以保持在1米之内 对旧式图书馆来说 最花时间、人力的就是书本的整理和分解 深圳部安图书馆就运用了智能机械人 来完成这一项工作 28个机械人负责分解 4个机械人负责运送 所有机械人可以24小时不停穿梭工作 1个小时就可以整理超过2000本书 后来人手整理发了10倍以上 比起旧式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亦更着重多媒体学习 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 就有一个数字体验中心 读者配戴上VR眼镜 就可以进入3D虚拟世界学习 当中有设有电子屏幕 给大家互动点击阅读书籍 图书馆还制作了一些AR创意书签 只要用电话看 书签中的中华经典 就会生动地抹起来非常有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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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